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谈到苏家全的问题 蔡英文主席 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我们的秘书长 也是我们副总统的参选人 他也都提出了必要的澄清跟说明 同时我们屏东现在 也有提出合法的说明 我觉得这些事情就适可而止 就是看到针对苏家全 在屏东过去是不是特权 是不是滥权 是不是违法乱纪 屏东很多乡亲在现场 请说哪位请讲话 评论乡亲请说 我们来报的乡亲大家好 我代表我会就问一个 蔡英文这个 要出来选中东 我们来报对一个客人 说有选择的 不 应该是我们客人 平台这些客人 应该都没有选择的 你不认识民进党要出来选择的时针 就来说 要来冰冬 来偏这个票 应该我们冰冬官没有那种选择客人 选择也没有选择客人 还有第二个问题 我们冰冬官的官民 其实很可憐 因为总统的时针 是当总统的时针 说要来冰冬 当时已经八年了 已经要十三年了 到现在也没有 冰冬官民出席 都失败的 最可能就是我们这个 消予麻痹的 实际有很可憐 要出去吃饭都没办法 现在都不知道要怎么办 如果出席就说 给他担死了 好 谢谢你 我希望说监护 谢谢 给他 交国文账 你听到 请下一位 下一位 下一位 哪一位请说 哪一位请说 你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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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身 姓李 到现在还是姓李没有改 各位乡亲 客家人 用客家法的国 我可能按照 TVBS的节目 我感觉到TVBS最有争议感 特别 他们按照 按照记录 但是 两乡百姓 过世 过年 我一定人 共发的 结设 也好 长途也好 没考虑到老百姓 他们是 你们浪费这个精神 浪费这个 这个资产 所以我现在 特别要求你们 这种场合 都办几次 都办几次 好 第一个 我先表达我的看法 蔡英文 女士 坦白讲 外表看起来 天色之力 不错 但是 很怕是 玫瑰花 那种形态 如果说 像玫瑰花 哇 很毒 漂亮 很毒 不好 笑里长刀 也是形容一个人 表面看起来 蛮可爱 其实他肚子里面 长得不是刀就枪 处处要杀人 所以这种人 请国立立不相信 和我的看 日本的男人 马英九总统 谢谢 这位乡亲说 大家要好好的来检视 我谢谢这位乡亲 我们稍后再继续 请现场的各位乡亲 有话就说 不过谈到苏家全 刚才一开始 前立法委员罗志明 说这个苏家全先生 谈到他的豪宅的冷气 说有13台 其实苏家全先生 会找罗志明先生抗议 我们看一下苏家全先生 当初是怎么针对 这个13台冷气的 罗志明先生 你要仔细看 我已经发过一次的新闻稿 向社会大众说明 我家并没有13台的冷气 我家的冷气 总共是 包括子母鸡是9台 他有母亲有孩子 如果实际要来算 是7台 那7台都配备在 每一个需要的房间 有需要才用 所以我家的电汇 也不浪费 这是刚才苏家全先生 在两个多礼拜以前 副总统辩论的时候讲的 罗志明先生 这不是13台哦 告诉你 总共加起来才9台 不是很多 我没有 这对于我们 这对于我们 屏洞的人民来看 都是怕死人的 这阴谷 这个阻疫文的 这个政策 是要插在天底下 我們這些農民農舍,你找到一個可以爭七台,爭九台,還是爭執的十三台 所以我說,你找他們問,我沒辦法指責一個說 對不起,我們的節能減碳,我們在廢核室 所以我的副所,這樣用這個電,用這個電器,我們對社會道歉 再去後,你們聽不下去,第二呢,你要看,我們一個會敵公 這個會敵公,本來是,我們的亞洲、白豬仔 是我們新民到廟,在收錢的,你們要跟我們搬到你們的地方 然後來把新民收錢,這台灣人民也看不下去 我們在聽民間,一千、兩千人在聽嘛,才會說把新民收錢 好,你這樣問一下過,說他的違章建築,會做副總統的人 你違章建築,違章建築,還可以做人,還可以接水電 我們全平壤官的人,違章建築,以前都給你管長來拆掉 對不對,你插他們問,他不用說,他們副總統,核酸林,這樣做 他不用道歉,這個不用謙卑,不用指責 他們的做的都不對,白人做的都不對,白人都要拆掉 這個沒力,這個實在也沒力 好,謝謝,謝謝,林明先生,另外,剛剛在高雄現場,邱宜委員也進場了 這個邱宜委員大概也聽到這個蘇嘉全先生這個說法 很多屏東鄉親,聽到蔡英文主席講說 我一直會,針對民眾的一些的要求,我會非常,這個,謙卑的來檢討 但是鄉親,很不以為然 蘇嘉全國就是虎蘭會啦,他完全是在黑農社會啦 蘇嘉全,他自己做農委會主委,他的農地到百分之九十農業 他難道他做農委會主委,不知道嗎 他做農委會主委,他不知道說,他的農社,農地沒有農業 他的農社就是違法,他母不是農民,他母是公務員 他可以讓他母的名字,來申請去農社 最不建設就是賓冬館政府,競然可以說,蘇嘉全的農社是合法 第二,剛才也說過了,蘇嘉全贏別人的委員,是全台灣第一名啦 但是他在賓冬市,他的委員,他的鐵皮屋,多久了,二十年了啦 另外,蘇嘉全,他在,他住那裡做農會理事長 他做賓冬館的館長,他也做農委會主委,做內政部長 結果呢,跟農地,他住那裡,跟農地,閉嘴,贏錢 還要趁勞勞勞勞,跟所有的討論,跟人收,收這個頂費錢 跟人收頂一收保護費啦 你說蘇嘉全的行為,我還說的,我說他們家的祖父同佔公益的農地 蘇嘉全,又怎麼搞呢,你看,蘭不在建設 結果,流出來,結果,他們家的祖父真的佔公益的農地 他們家的農地這麼多,他們也差很多農地 結果呢,差農地後,把人家的老農的農路封掉 然後,落大社,做鐵門,沿一條外路,就不要讓人老農來走 還有,害人老農整個土地,跟他們母同行主的拜託 他們母也無動於衷啊 謝謝邱委委,馬上回來這個屏東現場,我有一話要說的 我們歡迎,同時再回來,宇昌的這個自肥,國家的投資 是不是蔡英文的禁聯 今天,這個國發召集人,國發基金的召集人,劉毅如公布了四項公文 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一起來檢視,馬上回來現場